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美国移民问题依然是一个非常突出争议 也依然很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问题已经引发了我们华人社区的一些讨论 有些事情已经事关我们华人社会的一些朋友们的切身的利益 怎么看这些事情 怎么综合的看美国的移民政策 今天我们邀请我们南加州知名的律师方校伟先生 今天我们请方律师来为大家救目前美国 特别是我们当着川普总统所主导的移民政策 一些做法给大家做精彩的分析 首先我们感谢方律师上我们节目 方律师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方律师 我们第一个问题我就直接不寒暄了 第一个问题前不久我们总统在去G7会议之前 我们总统说我在认真考虑要取消美国人出生既有公民权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 这个东西第一个问题要请教你 我们总统是作为选举说说而言呢 还是说他真的想要这么做 我想我们特朗普总统他很多事情他会讲得很快 是 尤其是推特 那他自己的心理的盘算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是不是出生在美国可以拿公民 这个其实在过去很多总统并不以为难 可是并没有任何的实际作为 因为这是不 方律师 不作为是因为他觉得时机不够呢 还是困难度太高 或者还是党内反对声音太大 我认为这个困难度太高 哦 门槛太高 门槛太高了 因为实际上这个在美国出生 是不是可以拿公民 这个美国从创国以来 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没错 那这个所谓的英美法系 跟这个所谓的美国的移民的传统来讲 那这个用这个出生地主义 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所以如果要把这个推翻掉 这个事关重大 那很多的人以前拿到公民了 难道你说可以溯及既往吗 如果溯及既往就天下大乱 没有错 那如果你不溯及既往的话 对这些人来讲是不是不公平 那我觉得就是说 他或许他可以适度的修正 就是说父母在美国 可能是一个合法身份的话 方律师我插了一句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我看到有些文章报道说 这个你是不是可以拿到公民 首先你父母得合法在美国 就是起码在生意的时候 他的身份得合法 如果说过了三两年的非法了 那我也不管 但是起码在 如果你本身就是非法移民 好像也不行 是不是都没说 没有 他现在是谁都可以 那是稍微有一点烂了 就是不管了 对 如果说是一个合法的身份在美国 我举一个例子 你是留学生身份 你在这边难道不能生小孩吗 对啊 对啊 那这个合法的身份 那这边我觉得这个公民的 这一个赋予他这个权利 这是应该存在的 是 如果说你本身是偷渡来的 那你说你这样子美国生呢 如果就可以拿公民的话 那就引起他这个偷渡的这个动机 而且我认为这个 很多人就起而笑话 得鼓励他了 对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认为如果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还有可能 如果你一杆子把说出生在美国 如果他父母不是公民或者绿卡的话 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总统的根本考量 还是他有一种想控制移民 因为这已经算是控制合法移民了 已经不算是控制非法移民了 对 因为我们总统以前说 你别搞错了 我不是要管你们合法移民 我只是说要减少非法移民 可是谈到这个 那已经像合法移民伸手了 对 那这个如果说真的是跟合法移民伸手 那就是过了 对呀 那我认为他这个要过的几率 几乎是零 几乎是零的几率 那因为很简单 你一个法律 尤其影响这么重大的法律 那是一定是要法律 就是众院提案要通过 参院要通过 总统签署 你就这个不可能是行政命令 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 那你想想看 这个他如果这么想要做的时候 在共和党在控制众院的时候 他为什么不提这个案 你现在让这个民主党已经占多数 你连众院这个关卡都过不去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操作 还是一个选举的操作 从技术层面 也有人说我们总统可以用修改的方式 就是说我最后由大法官会议 就bypass两院 我由最像以往的 比如像我们过去的 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移民法案 最后是闹到大法官会议 我们总统会说 我并不是要修法 但是我只是给一个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对原有的法律 做一些修正 最后是闹到大法官会议 因为现在大法官会议 我想方律师最熟悉 对我们总统还是比较有利的 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认为这可能性不大 因为美国的大法官 一直以来 从美国创国以来 他们在过去的表决的记录 或者在精神上面 他们是相当的独立性 我认为在某些情况 他可能会偏向特朗普 可是这个对美国等于创国精神 影响重大的事情 他们不敢留下这个恶名 我们还是应该相信 我们大法官的法律素养 我们要这个大法官 就是说大法官可能对于一个行政命令 是不是有违宪或者违法的问题 他们可以做出一些决定 可是基本上面 这个有些东西 还是一个立法权的问题 如果法律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三权分立 我们为什么喜欢美国 我们从不管是从哪里 你移民到美国 美国这个国家 是为什么那么值得 我们喜欢或者尊敬 因为有一样东西 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制度非常的完整 它所谓的check and balance 就是一个制衡的关系 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像这种 对于美国的很多的宪法的基本的精神来讲的话 这个法律的话 我认为没有人敢超过这个范围之内 你说我们总统要想通过行政命令来做到这件事 恐怕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是的 恐怕我们总统 而且我们总统好像也不是一位善于和国会沟通的总统 是的 我觉得您刚刚讲的这才是另外一个重点 如果说很多这不一定是共和党民主党的问题 就是你懂得怎么跟人家沟通 那可能对于你的法案的通过会有很大的便利 如果你并不是那么懂得沟通的话 我认为它会增加这个难度 它不仅不和民主党沟通困难 和自己的本党沟通也很困难 当然了这也算是我们总统执政的一个特色 但是从我们华人民众的角度 其实我听到的这个不同的声音还是有 像有一部分民众就说 这不能改 你像这么多人花了钱辛辛苦苦到美国来 又是生孩子又是什么 这不是猪篮打水散空了 这不能改 但也有人说 他说总统其实如果说这个法律有一定的指向性 比如说像我们很多非法医民 像有些来自我们邻国的墨西哥的一些非法移民 他们就说了 他说我知道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但是我只要在美国生了孩子 我的孩子就是美国人 我才到18岁了 我就可以跟着孩子依据美国法律 我也可以拿到合法身份 所以我们总统说这种chained immigrant 好像也成为一个麻烦 您怎么看这点事情 我想这个chained immigrant就分成拉丁裔跟亚裔 对这是两个不同的 我们亚裔的话是这个父母兄弟姐妹 因为你这个移民的方式都有的 所以一个人移民了以后 就是像一个树一样就拉进来了 这是亚裔的方式 我觉得实际上 现在我们在美国所谓的讨论是少数主义 其实主要指的是拉丁裔 对 没错 尤其墨西哥为主 它在边界 如果说你有一样东西可以鼓励他们 就像您刚刚提的那个例子 对墨西哥人来讲是非常的适合 就是说我只要在那边生小孩子 我总有一天等到这个身份 所以是不是该适当的一点点限制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量的范围 就是说对于非法移民 是不是该更严厉一点 我觉得这个大家会面对的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 他非法移民 他对美国贡献是什么 我觉得这一方面 美国似乎应该跟亚洲国家学习 因为亚洲有所谓的合约工 对 没错 其实你根本就直接就是说 你不是移民身份 你是合约工 对啊 你愿意来我这儿再来工作 我也需要劳动力 你来就好了 对 我不需要比照本地的工资 就是说这个是大家两厢情愿的事情 就是说你来美国工作 你可以拿多少钱 你愿意就给你多少钱 可是你做完这工作 你必须离开 你没有任何人到的理由 这个就是合约工的观念 这在亚洲国家是非常流行的 没错 像菲律宾啊 像越南啊 印尼都很多嘛 在亚洲国家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 也有一些事情啊 对于人权啊 或者什么 也不能无限上纲 所以把你很多合法移民 非法移民就混在一起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只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一个合约工的观念 如果美国可以解决合约工 OK 他可以跟墨西哥总统商谈 说我可能给你一年500万个名额 或者1000万个名额 也无所谓嘛 两年就回去 两年就回去 而且我还能保证这些公民 在美国的医疗保险各方面 一切都保障 对 可以定得非常的明确 住免费 对不对 医疗免费 你花多少钱 可是 这个跟在美国的身份 是完全无关的 那这问题就解决掉了 所以美国人他们用他们的思维 一直在越陷越深 他们不敢对拉丁裔着手 为什么 现在拉丁裔选票很多 所以我跟你讲 所以我们 我想我们观众的朋友 可能跟我有一个想法 方律是这应该出去选 因为如果他做了国会议员 这个想法 我们总统应该可以接受的 时间关系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